請林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委員80人已足法令人數 現在開會 因程序委員會以貶次會議議事入成草案 送院會處理 現有黨團以貶次議事成立 分別對貶次會議議事入成草案提出議議 現在盡情處理 並截止說案 先進行報告事項部分 請議事遠遠宣讀黨團的提議內容 針對本月第十屆第二會期第四次會議議事入成 報告事項應稱 民眾黨黨團建議增列以上提案 一 民眾黨黨團理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 民眾黨黨團理據 行政訴訟法第273條及第276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 民眾黨黨團理據 長期俏库服務法第22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 民眾黨黨團理據 全新商業者權益保障法第62條及第63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 民眾黨黨團理據 老男福利法第20條及第30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針對第10屆第二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入成 報告事項民請增列下表4案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4次院會建議增列報告事項共4指9案 如下復表順序秀選議事處依據排列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10屆第二會期第4次院會建議增列報告事項共15案 順序秀選議事處依據排列 內容容下宣傳完畢 請問立委 對民眾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黨團 所提增列報告事項提議 通過 有沒有意義 沒有 好 沒有意義 提議均照案通過 增列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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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哪一個 你只要問他 四個 是不是有意義 對誰的有意義啊 四個增列報告怎麼會變得更換 不是夠想 都是等最後才有 那等立繼續再說 沒有啦 沒有 好 好 沒有意義 提議均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議事自成經列報告事項 照民眾黨黨團、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黨團提議通過 局域報告事項均照原編理議程草案通過 繼續處理討論事項部分 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正列討論事項提議共四案 先進行第一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議內容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四次會議建議增列討論事項 將國民黨黨團有建議蔡英文政府將於110年1月1日開放海萊克多巴胺收集美國豬肉進口 引發社會客建議率 特別是學生家長擔心學校供應善水之豬肉 是否含有萊克多巴胺107年期跨部會 推動國中小校園午餐國產食材山章EQ機制 秋一步109年8月28日更緊急發函 各級學校供應善食一律採用國內在地豬肉牛肉之生鮮食材 為電路食材手續繁付費時 學校也難以查驗酸肉精 而且含酸肉精每株內增進口後 恐流入食品加工廠及團聖供應商 混沖學校善食中的加工食品 無法全面防堵校園食安的任何漏洞 保護學生和嬰幼兒之使用安全及健康成長 一直為朝野政黨共同使命 監督行政部門施政作為提升校園善食品質 為後代子孫食安把關 朝野政黨則無旁貸 原請願會作成一下決議 以教育或衛生福利部 要求各級學校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 補習班特教機構教養院托嬰中心 和居家市托育之善食 一律采用國產在地認證之苗株等 生鮮食材即將毋丙 並修訂相關規定及房子 於一個月內公告 而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發行要求各級學校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 補習班特教機構教養院 托嬰中心和居家市托育之善食 禁用含萊克多巴胺 收入金美國牛猪肉及加工品 暫時品以及收入金不得檢出 延定相關規範及法則 三 教育部明定高級裝點 像學校之商店 不得分售含萊克多巴胺 收入金肉品所制之各類商品 以及相關法則請公決案 列為討論事項第二案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宣讀完畢 請問聯會 對國民黨黨團之提議 有無意義 好 沒有意義 便提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國民黨黨團 正列討論事項提議第二案 請議事遠遠先讀提議內容 北院國民黨黨團 正列本第四次會議 建議增列討論事項 將國民黨黨團 有限於今年8月18日 總統蔡英文以一旨行政命令 規避國會審查 進行宣布明年 元旦將開放含萊克多巴胺 收入金美出進口 各界學者轉強分分表態反對 民意超過期程都反對 衛福部僅以一份學者所作 108年使用肉品 曝露萊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 並可以以規避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 內容皆為相關文獻的回顧所作的審理推估 引用多維過時資料 以此作為開放含瘦肉精美出依據 國人無法接受 立法院法治局更指出 該評估並未周全 尤其對於搶後哺乳婦女 使用含有瘦肉精的諸關諸勝 可能通過乳汁讓新生兒 涉食到萊克多巴胺 此外對於兒童意味 進一步進行評估 全球知名的 Michael Hansen of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有來自110個國家 220個消費者代表 所組成的關心食品安全的組織 任何聯合國的Codex 根本是政治化處理最大 才沒有容許量MRLS的問題 沒有任何科學依據 令歐洲食品安全局 以建立完善的風險評估程序及機制 針對不同的食品風險類型 都設立專責機構從事分析與評估 能夠一開始擋入風險概念 作為管制的前置基礎 衛福部不僅為照看 食品風險評估资議會 敬以低位階級的食品安全 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 資議會來包裝 試圖原物混珠 該次會議與會學者專家 對於開放進口 豬肉含有萊克多巴胺 多表達強烈反對或質疑的意見 會有共識 衛福部進宣稱會議 同意有決議 顯有味噪之嫌 原請要求院會做成決議 衛福部必須重新委託相關食安學 專家學者 以公開超標方式 針對食用作品 暴露萊克多巴胺 實證研究之健康風險評估 至少三份 該實證研究報告外出爐前 0110年元旦 因禁止開放函 萊克多巴胺 受肉筋美豬進口 以去把果然健康請勾決案 另外討論事項第三案 是否由當進行公決 宣傳完畢 請問一位 對國民黨黨團之提議 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 有意義進行表決 按鈴氣溫中 並分發表決卡 五分五分下次 紅ES 並不中 各自討論事項 並不是 exp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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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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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通过 感谢观看 对 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不通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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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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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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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